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三角梅常见的一些病害 就是碳菊病 也叫叶斑病 那么三角梅的这个叶斑病是什么原因引起 我们又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预防呢 一般三角梅得了碳菊病之后 不会太影响到它的生长 但是影响到它的观赏性 因为这些叶片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损伤 大家看到没有 像我这一颗就是明显得了碳菊病 我们解决的方法 就是给它用一些杀菌药 因为碳菊病本身它都是由一些续菌引起的 我们给三角梅使用杀菌药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带生米芯 因为这种带生米芯对一些菌类的病害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比多菌磷还要好 我们取消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给它喷湿叶片就可以了 最好同时给它浇灌一次这个根部 像我这一壶水大概就500多升 然后在这个水壶里面加入大概这个小勺半勺的带生米芯 因为这个勺子一勺是一克 我们就需要半勺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摇晃均匀 直接给它喷湿叶片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喷湿这种药物一定要喷透 每一片叶都要给它喷上 不要给它漏一片叶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预防它传养到一些健康的叶片 尤其是新长出来的叶片 还有叶片的底部也要给它喷透 我们用这种带生米芯喷湿叶片 最好连续使用三次 大概五天左右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引起三角梅的这种叶斑冰 一般都是由于我们平时浇水的时候 大过一蜜导致盆内积水 导致闷根 然后续菌胜虚而入 所以我们给三角梅浇水一定要遵循干透 而且我们的养护环境一定要够通风 我们为了增强三角梅的抗性 最好经常给它使用一点这种一亿抹原路 来给它喷湿叶片 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 增强叶片的抗性 还有同时给它浇灌根部 将它分解土壤中的有机质 减少使用化肥的次数 因为它分解出有机质之后 就转弯了养分给三角梅吸收 我们只需要七天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方法非常的简单 按照一笔八百的比例兑水 给它浇灌 同时喷湿叶片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三角梅的抗性 减少病害 好了 这就是三角梅出现的一些病害 我们该怎么处理 我们下期再见